大家好,我是美味小蛇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千层肉饼的做法 色香味俱全,营养好吃还不油腻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先和面,往盆里加入面粉 再分次少量往盆里加入水来和面 做这个肉饼呢,面团要和的稍微软一些 一斤面粉,加250克到260克的水 把面粉搅成絮状的时候 再把它们均匀的揉在一起 面团揉好后,继续把面团揉均匀揉光滑 把面团揉成这样光滑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把面团放在大案板上面 继续揉成一个粗细均匀的长条状 揉成长条后,再用刀切成大小相同的面剂子 然后分别把面剂子揉成长条状 然后分别把面剂子揉成长条状 再把揉好的面剂子整齐的摆放进盆里面 在面剂子上面也刷层油 然后用保鲜膜包住 放一旁饧面半个小时 下来泡个葱姜水 切一小节葱 全部切成葱花 切小块的生姜 把生姜切成小片 切好的葱姜装入碗里面 加入两个八角 再加入一小把的花椒 然后往碗里倒入开水进去浸泡一会儿 下来准备一块新鲜的后腿肉 把肉皮削掉后 然后把肉切成片 再把肉全部切成小块 最后把切好的肉剁得碎一些 把剁碎的肉馅装入盆里面 准备调馅 往盆里加入少盐 加一小勺的鸡精 加入稍微多些的白胡椒粉 加一小勺的五香粉 再加少许的姜粉 然后加入适量的生抽 少量的酱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调料搅匀后 再分次加入刚才泡的葱姜水进去 继续用筷子搅拌 让肉把葱姜水都吸收进去 这样调的肉馅做的肉饼 吃着更加的鲜嫩好吃 一斤肉 一斤肉加大约100克的葱姜水 一直把肉馅搅拌上劲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全部切成小葱花 然后把切好的葱花到肉馅碗里 在上面放一勺热好的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咱们这个肉馅就调好了 放一旁备用 在大案板上面刷一层油 把饧好的面剂子拿出来放在案板上面 先用手压扁一些 再用两手撑长一些 然后用擀面杖擀得薄一些 两头再用手使劲撑长一些 擀好的面片一头窄另外一头宽 然后把调好的肉馅放在窄的一头 把肉馅均匀的摊开 然后从窄的这边把肉卷起来 卷到头后再包裹住 顺便把周围的口捏紧 这样一个饼胚就完成了 下来往电饼盛里刷一层油 油热以后把饼胚放在电饼盛里面 再用手把饼胚稍微压扁一些 饼皮呢比较薄 压的时候稍微称着劲 不要把饼皮压得紧破皮了 饼胚上面也刷层油 盖上盖子烙 每个两分钟翻过来一次 烙的时候要勤翻面 一直把饼烙熟 烙至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大概六七分钟的样子 好了咱们这个千层肉饼就做好了 色香味俱全 特别的一样好吃 而且吃着一点也不油腻 再做一个简单的金针菇鸡蛋汤 锅里倒入少量的油 油热以后把切好的金针菇 倒入锅里 翻炒半分钟 然后倒入多些的水 用去烧开 等锅里烧开后 继续倒入两个打散的鸡蛋液进去 再加入一勺盐 加一小勺的鸡精就可以了 搅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金针菇鸡蛋汤呢 在我家的上桌率是非常的高 既营养又简单 而且美味好喝 稍微量一下 开始吃饭了 肉饼加这个鸡脂菇鸡蛋汤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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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部 这个鸡蛋汤 走上 只能拌入01900点 其他的鸡蛋尖